奇怪的一個人 先記錄吧 然後 要去哪裡 這一間嗎 這要不需要去哪裡 這要不需要去這裡 你怎麼算來了 太慢了 真是的 KAR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在這裡了 我三個小時前就到了 真是的 你對練習的 倦 倦帶還真是令我困擾 你好歹 好歹與你一起合作的我想想嘛 好了好了算了我們開始吧 大洛特 大洛特 你該不會是放下工作跑來的吧 呃 是的 那個 他好煩喔 是這樣嗎 你今天的工作是來打掃 打掃的啊 是的 那我們重新開始吧 你現在已經完了 今天就先這樣了吧 好啊 那時候回來真不愧是米歇爾 明明都沒有練習過 竟然可以談得這麼好 看來我還得繼續好好練習 那麼我先走啦 天才的哥哥 平庸的弟弟 我覺得 這樣其實心裡都會不平衡吧 就是 明雙胞胎長的一樣 可是 一個是天才 一個卻平庸 大洛特你還不走嗎 沒什麼總覺得不太想動 大洛特也非常厲害喔 那麼美妙的音色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是嗎 是嗎 真的非常厲害喔 我都被你感動了 大少爺我非常喜歡少爺的演奏音樂 這樣啊 你現在好冷喔 那麼我也走了 其實 講話一定要口疾嗎 說起來你今天幾歲啊 現在上去我們年齡差不多 三哥十三 到了這個年紀好像可以工作 睡才在這裡 喔 還是那麼吝嗇啊 你是指 沒什麼 怎麼那麼吝嗇 完全不懂 先記錄一下 唉 怎麼了 怎麼沒什麼 只是 有點學習太久了 頭昏腦這樣的 你還是老樣子這麼認真 你現在趕快去學習一下 不然妖兒老師生氣了 麻煩死了 在這家裡真是麻煩死了 真是的 明明做得到卻不去做 你吃了你真是的 妖兒好像在 學習的樣子 還跟以前一樣那麼勤奮 好啦睡覺了 睡覺 晚安皮埃爾 晚安米歇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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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才特地來叫我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好嗎 對不起 這個是 奇怪的女服 是不是 皮埃爾 好想在學習的樣子 戀愛爾 全部都寫完了 這家 那家我有就心到幾點才去睡覺啊 一個一直努力 然後一個 一個卻 有天賦卻不練習 能做卻不做 呀 米歇爾 好慢啊 那皮埃爾 最近我總覺得好奇怪的視線盯著我 好像被誰監視了一樣 大概就下落特吧 大孩子老是在米歇爾的身邊轉來轉去 你別一臉那種表情嘛 不過是勤募你而已 不是很可愛嗎 你不明白 就算再可愛他女僕的身份還是不會改變的 你也不需要這麼說吧 說起來 你也是被父親大人叫來的嗎 是嗎 你也是嗎 呃 就是剛剛叫我的 不是被薩洛特叫醒的喔 對 應該是這件吧 為什麼爸是透明的啊 阿米歇爾你來啦 你知道我什麼事嗎 呃 其實是關於下次演奏會的事情 想要去舉行嗎 下次演奏會你要不要 要不要你一個人演出試試看 蛤 其實我聽很多人的意見 下次不如我請專業的鋼琴家來問你伴奏如何 你覺得怎麼樣 很討厭 果然是這樣 不夠下去請來的鋼琴家可是非常有名的人喔 我不跟皮埃爾以外的人合奏 但是 真的有很多人都這麼建議喔 當然下去不請又不太好 沒什麼好不好 即使如此 我知道了 那我去拒絕那個鋼琴家 反而那台請得到的邀請 明霞說我只有這些嗎 那就這些 那我先離開了 對他爸也蠻冷欸 真是一個傲娇的屁孩 阿你就是米歇爾 我常 我經常聽說你的事情喔 不過我只是 你父親的一個老朋友 只是到你家打擾拜訪一下 又是你 又是你啊 那個大少爺是跟老爺吵架了嗎 差不多 那個人大概都不覺得我是他兒子 欸 在他眼中我大概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吧 因為這個家的家產已經被鑄空了 怎麼會 要說回來 你在我家工作 待遇又是多少呢 畢竟雇主是他 不管怎麼想 工錢大概也不 不常按時發放了吧 你也相當不幸呢 並不是那樣 老爺是一位很好的人 我這樣覺得 能夠在這裡工作實在太好了 怎麼這樣啊 這是很差欸 真的每天 甚至 能吃到兩個麵包 簡直就像做夢一樣 而且還特地提供了睡覺的地方 明明讓我在地上睡就好了 遇上這樣的故事 真的太好了 因此 本來就是非常好的人 所以米歇爾少爺 無論如何也請 與老爺和好吧 是嗎 怎麼辦 米歇爾這個人真的是拍到頂欸 什麼都覺得不好 那米歇爾 夏洛特的話 無論如何都不行嗎 無論如何我都很討厭 可是 剛剛看來那孩子不是很可憐嗎 什麼啦 你不要那麼為他著想啦 欸 不沒有啦 我才沒有呢 現在不需要去哪裡 不需要去這裡 欸 我房間睡覺 欸 米歇爾 欸 正好 我剛好有些話想要跟你說 是嗎 什麼事 就是那個 好像下次還有一場演奏會的樣子 那個時候 可以你一個人去演奏嗎 是嗎 你是從父親來聽說的嗎 說不是的 就做了些對於的事情 不要 那要說自己的父親了啦 反正 其實是我那天有些事情要做啦 這樣啊 那我也不要去演奏會就好啦 乾脆終止那次演奏會 改天舉行好喔 這都是為了你才這樣做的 不管怎麼說 跟一個像我這樣的伸手一起合作 對你來說有沒有任何好處不是嗎 你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人 不能一直停留在這裡 你應該更 更加上前看 上前嗎 這種事情有什麼意義呢 就算能流暢的彈奏鋼琴 也無法感受到樂趣 米歇爾 你說的那些都是奢望 你知道嗎 又想變得擅長演奏 又想獲得樂趣 你太貪婪了 這樣的話 那就繼續不擅長下去好了 如果反而要被這種才能給束縛住的話 那這種才能不要也罷 總之 我不跟皮埃爾一起的話 我就不去演奏 不管你怎麼說都沒用 我說你啊 稍微一下離開弟弟都不行嗎 真讓人沒辦法的哥哥 跟米歇爾做雙胞胎兄弟真受不了 怎麼用要說這種話 知道了就這樣吧 我得去告訴父親大人 從話語之中可以聽得出 皮埃爾心中充滿了許多不滿啊 不是 皮埃爾不在床上 皮埃爾好像起床了 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嗯? 這聲音是什麼 話說 你到底想要幹嘛 大少爺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有點睡不著 原來如此 腳不深原來是你發出來的 對不起 是不是 大少爺 恩 達爾 莉希兒 呼這個時候你們還在練習啊 阿是呢 我可以繼續嗎 恩 稍等一下 什麼 總覺得幾個音聽起來很奇怪 也許 也許是這鋼琴音有點不準吧 蛤 這種事情不可能啦 聽起來跟往常一樣啊 不管 還是有點奇怪 不許碰我的鋼琴 皮愛人壞掉了 都沒有察覺到 我其實一直在忍耐嗎 明露已經這樣了 你竟然想奪著我所有想要的一切 得到之後又不好好珍惜 過一段時間就扔掉了 這還是最讓我不能原諒的 如果我們兩生下來不是雙胞胎就好了 如果沒有你的話 我所有的努力就一定會被好好表揚的 要是只有我一個人出生在這個家就好了 你這種傢伙給我去死吧 這算什麼啊 你這傢伙 你會不會說這樣的話來 你竟然這麼想我也無所謂了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最討厭你了 就算你跟我道歉 我也覺得不要原諒你 大家都壞光光了 應該不想說話 一路 好啊 好啊